嗨 我是路克 今天來聊聊這期的通行證 這次通行證的主角是白骨精 他是天竺系列的其中一個角色 這個系列是2018年時裝的 當時的美國總統還是川普 可見這個系列到底有何我老 順帶一提 這張圖上還有一個熟面孔 那就是豬八戒 怪了 這傢伙都已經有通行證了 怎麼天竺系列又出一張通行證 耍特權也不是這樣的吧 還有很多系列在排隊耶 不過這次白骨精的設定比較微妙 他本身的分類是火屬性妖精 主動器還不錯 只是目前適合的隊長不多 主要就是妖精隊長能讓他發揮 武裝龍客則繼續維持優量傳統 火妖進場CC-3 但這次給的防圖被動讓我不太滿意 整體來說 是近奇異價值最低的通行證 不管是主卡還是武裝 都無法對環境造成直接的影響 先看到白骨精的技能組 首先是主動器 原皮早就退環境了 直接用白骨精稱呼 我覺得並不過分 這招CT-6 將隊伍成員持航的珠子 轉化為該成員的種族強化珠 還能在一回合內 讓火屬性、獸類、妖精與龍類成員 回復力減至0 並將回復力機質的5倍 各自加入自身攻擊力機質 再讓他們的輸出 無視攻擊盾與固定連擊盾 再回合末 還會引爆全版 掉落該直行成員的屬性種族強化珠 不僅如此 他還自帶一條很特別的隊伍技 全隊的回復力機質 跟隨回復力機質最高的成員 條件要求隊伍中只能有 瘦、妖、龍、三個種族的角色 自產種族珠、靈回、破盾、跨回合定版 在妖精隊有不錯的發揮 定位明確 整體規格也夠高 更別說他是火妖 因此可以裝備戰夢妖狐 CD5的靈回角 再送你增傷、解盾與跨回合定版 我認真覺得沒話說 但在其他隊伍就有點尷尬了 特別是能力2的作用對象 這種將回復力轉為攻擊力的技能 對於妖精來說其實很常見 但這招把對象放寬到火屬性與獸、龍 先不說火屬性如何 獸跟龍的回復力機質 在全部種族恰好是後段班 因此增傷效益會很難看 配合隊伍技讓他們的回復力機質提升 固然是個作法 然而這條隊伍技 卻要求隊中只能有獸、妖、龍三個種族 這種抽象組隊主要會對應到黑++ 畢竟這三個種族都很自閉 以火隊的角度來看 目前環境很難讓隊伍技發揮 畢竟火屬強隊長都不是這三個種族 以需求來說又更微妙了 雖然說這張卡的負價價值很高 但跨回合定版的分布跟儲性有關 換句話說 在火隊會給我們全版火 再者以靈迴而言 這張卡就完全是環境輸家 不知道為什麼 環境上的火屬強隊長幾乎都不怕回復顛倒 持有隊伍既有火劍心 但隊長既沒有回復倍率 隊員根本不用帶靈迴角處理回復顛倒 換沒完隊長既有回復倍率 但他隊伍沒事再艱辛 也一樣不用帶隊員去處理回復顛倒 因此我覺得這張卡只能在妖精隊發揮 除了妖精隊的價值會降低許多 除非未來有適合組全火的隊長 然後種族剛好是受邀龍其中一個 在妖精隊我覺得有A級 在其他隊伍勉強給B加 之後看到這次的通行真武裝 也就是玉虎速殺 裝備條件是火屬性妖精限定 儲量條件是手消任何珠子 三個被動能力分別為 進場CD-3 減少25%中毒傷害 消除妖毒素食 自身2倍攻 三個龍刻技能則分別為 妖精1.25倍攻 隨機5個CD冷卻中的妖精在成員CD-2 無視冰毒盾 這武裝名字叫速殺 我以為很兇 結果擊傷只有給2倍 超好笑 有一個被動給防毒 除非官方很下心要做求中毒敵技 否則我覺得防毒被動就是浪費 隊伍技送你防毒都被我嫌沒存在感了 更別說武裝龍刻的被動能力 只能減少中毒傷害 碰到真正惡意的中毒敵技 還未必能發揮關鍵性的影響 其實這次合作的破魔面具也有給防毒 只是他速攻擊傷都很敢給 所以我們會乾脆無視被動能力3 就真的是當送的 但這次的通行真武裝 擊傷效益只有給到2倍 比較對象如果是其他通行真武裝的話 我認真覺得不夠好 最近的通行真武裝 都有給到進場CD-3 這已經是定番了 剛開始還覺得很新奇 看到現在已經是為理所當然了 以最新這一批通行真武裝來說 都有進場CD-3的前提下 這次的武裝我覺得是最差的 更別說他的裝備條件剛好是火妖 因此還有一個競爭者 叫做載夢妖虎 隊長如果自帶很強的速攻能力 例如黑家家 武裝龍刻提供的速攻就會被浪費 此時火妖隊員改成載夢妖虎會更好 因為這東西會讓CD-1 這武裝在各方面來說都是環境輸家 除非之後有速攻能力不強的妖精隊長 才會讓這武裝有比較亮眼的表現 以上是我對這期通行真的想法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分析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並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